各位啊!NVIDIA今年股價已經翻倍了 但是你還在因為跟風財經媒體的分析而錯過行情嗎? 那麼我們還不如自己學啊 各位投資朋友們你們好 我是Sindy 我是Gyrey 歡迎各位回到七次投資生活 你剛才講的NVIDIA股價翻倍 我是深有同感的 是不是 因為我身邊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討論這件事 尤其打開新聞網站啊 每一家都在報導股價創新高的這個新聞 然後看完這些新聞啊 只會讓沒有跟到的人想要進場 而且很想要跟這個NVIDIA執行長黃仁勳一樣穿這個 有風扇的皮衣嗎? 對 這種被媒體控制情緒的感覺啊 真的是蠻痛苦的吧 真的 應該也不是痛苦啦 就是覺得 啊怎麼沒有買到是不是 對就是好像都要聽別人說 然後自己才知道要做什麼動作的感覺 的確啊 聽你像剛剛那麼一說啊 半年前 如果各位去回憶一下的話 不管是我們看到的或聽到的 大部分啊都是在講說這個美國啊 或者是全球的經濟啊 會陷入什麼硬抓路啊 什麼衰退等等 讓人家聽不懂的話 blah blah blah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會導致我們身邊啊 許多人 欸 其實你會感覺到 股市有上場 沒錯啊 但是我卻沒有在這個船上 在這種情況之下 嗯 如果我們下次想要修正 其實與其聽別人跟我們講說 你要買什麼標的 或者不要買什麼標的 那還不如我們自己去找出這個標的 應該要怎麼去做投資 所以今天這一集 我們就會從這一本 SOP一次上手技術分析的書啊 來告訴各位 應該要怎麼透過技術面的一個方式 來把握後續 也許美國又要開啟一波新牛市的一個行情 所以這一集啊 真的是乾貨滿滿 請各位務必要看到最後喔 那麼這邊啊 我們好戲就不要脫捧 就請心理幫我們直接說明 欸 這書中提到的三個方法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抓到 像這一次NVIDIA的一個上漲走勢呢 書中提到的三個方法 分別是均線 KD 還有形態 這三種方法各自有他們的優勢 像均線的話呢 它就是特別適合在有上漲 或是下跌趨勢形成的時候 我們把書裡面提到的單一均線方法 作為判斷NVIDIA進出場的依據 提示的進場機會呢 就是當收盤價 佔上60日簡單平均線 像是NVIDIA在今年1月9日 就佔上俗稱季線的60日均線 那我們就在隔天1月10日的時候 用開盤價買入 出場的條件呢 就是當股價跌破季線 所以從1月10日進場到現在 還沒有達到這個出場的條件 那我們就一路持有到現在的話 獲利早就已經翻倍了 哇塞 這麼簡單的一個方法 居然就能夠掌握到經驗 NVIDIA瘋狂上漲的一個行情 我想連他們執行長 黃仁勳都沒有想到 這可著實比我們單看 這個新聞媒體啊 裡面的一個內容 一下子看多 一下子看空 要來的有效率多了 而且我們還比較不用因為 看到這些新聞分析啊 搞到晚上失眠睡不著 不過這邊啊 根據新地說的內容 有個小重點 要來補充一下 由於這個金融市場啊 每天的一個訊息 或者是消息來講 都是訊息萬變的 我們每一次的一個出手啊 說實在的 都有看錯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當我們進場之後啊 設定這個保護性的止損 就顯得非常的一個重要 我們以做多為例 當K線的一個收盤之後啊 它的價格高於季線 那麼這一根K線啊 我們會把它叫做是突破K線 那這也表示行情啊 接下來它其實是有持續 往上進攻的一個意圖 因此如果後續的一個行情 順利發展的話 其實它是不應該跌破 剛剛講的這個突破K線的 一個底點的喔 所以說剛剛這個突破K線的底點 當我們進場之後 我們就應該要把它當成是 一個所謂的保護性止損 也就是說行情不如我們預期發展的時候 當跌破這個保護性止損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出場 再來的話 以剛剛NVIDIA的例子來看 我們什麼時候要把這個季線 當成是一個出場的標準呢 因為既然我們有了保護性止損 為什麼還要用季線 當成是出場的標準 這裡的要點很簡單 因為啊 我們也是需要獲利出場的動作嘛 所以這時候 一旦我們看了這個季線的價格啊 有超過了剛剛突破K線的高點 這個條件滿足過後 那麼就恭喜各位啦 因為接下來啊 是有非常大的機會 能夠抓取到一個大的波段利潤 就像剛剛我們提的 揮答這次一樣 要嘛不開張 一開張啊 我們這個報酬率 可以讓我們吃三年啊 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覺得最喜歡的就是 它不只是講好的內面 也有把缺點很誠實的告訴我們 的確有些技術分析的書啊 都只是報喜不報憂 像季線啊 它在盤整的這個走勢呢 其實就比較難發揮作用 沒有錯 所以像去年的7月 還有去年11月的這兩次 雖然都有達到均線進場的條件 但是不到兩個月啊 NVIDIA的價格又跌到了均線下方 又達到了止損出場的這個條件 不過這兩比交易的 損失金額都比較小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有紀律的進出場所帶來的好處 沒有錯 因為有了剛剛我們講的這種SOP的一個進出場方式 你才知道自己在遇到行情變化的時候 要做什麼動作 尤其現在啊 也不少人在質疑說AI市場泡沫 那如果你沒有自己堅定的進出場原則的話呢 你很容易就聽到消息 然後媒體又說 現在AI是個泡沫好像隨時都要破掉 然後你就會把NVIDIA給賣掉了 對 那就很可惜 這一波NVIDIA的大漲就跟你無緣 那既然剛剛Cindy有提到 用來掌握這個趨勢行情 很好用的這個均線方法 那麼我們接著來看看 如果行情啊 一定會遇到轉折的時候嗎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怎麼搭配指標 來進行時機的抉擇呢 這時候我們用書中提到的KD指標 來做一個說明 KD指標它又名為隨機指標 它有分成是快線的K指和慢線的D指 快線的K指顧名思義 走勢波動會比較大 那慢線的話 本身它又因為做了平滑的關係 本身的一個波動會比較平緩一點 那他們這個指標本身是屬於下線為0 上線為100的一個擺盪型指標 那一般來講啊 我們會把這個指標的數值高於80以上的時候 當成是現在行情已經過熱的一個超買區 那如果說指標數值低於20的話 我們會把它當成是現在行情有超跌的一個 狀況的一個超買區 但是我們在書中看到的是 其實我們不只是可以利用 所謂超買以及超賣區的概念 同時我們還可以跟現在的一個K線價格 本身去做對照的一個判斷 來看是不是有所謂背離的情況發生 那有實際的例子嗎 可以 接下來我們就會實際來看就是說 如果價格跌破了前波的一個低點的時候 但是你卻發現KD的指標在低檔有一個背離的狀況 那這邊我們就以大家比較耳熟能想的 美股亞馬遜為例 這裡大家可以看到在去年12月28號的時候 它的價格當時候對於科技股來講 其實是沒有那麼好 一度是亞馬遜價格跌破前波的一個低點 但是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這個所謂的快線K值 它本身是沒有低於這個前一波低點的K值 再加上前一波低點的K值還有D值 它們這時候都低於20的一個情況之下 當你只要看到這兩個條件都滿足的 那麼如果再看到KD的指標 隨後又再出現黃金交叉 也就是K線向上穿越D線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進場做多 那有停損的條件嗎 當然還是要保護性停損當然還是需要的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不管在這個市場上 因為隨時是瞬息萬變的 有可能你覺得一個很好機會 它還是最後不如你預期 所以我們這邊的保護性止損 就是要設定在 當你看到了背裡出現 以及KD出現黃金交叉 這段時間K線所出現的一個最低價 然後來幫我們的保護性止損 那當如果說行情的發展很順利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考慮兩種出場方式 第一種的話是 如果你看到了KD它在高於80的超買區出現了死亡交叉的時候 那麼我們隔天的一個開盤下可以考慮出場 那第二種方式要去觀察就是說 接下來行情的一個漲勢啊 是不是有出現所謂的KD高檔背禮 如果有的話 那麼你在看到接下來又出現了KD死亡交叉之後 那麼同樣的我們隔天還是需要開盤做一個出場的動作 所以等於就是把進場然後甚至止損還有獲利出場條件都一次講得很清楚 是啊 那最後一個部分就是股價形態 我覺得它是裡面最簡單易懂的 因為就不需要一些數學公式 然後甚至也沒有像剛剛講到什麼均線啊然後KD這樣好像還需要一些計算 這種股價形態呢就是當我們看到股價 它出現了兩個底部三個底部或是很多個底部的時候 表示價格啊就是在下方有獲得一個無形的支撐 那繼續向上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而且如果行情不如我們預期的話 那你這時候要認賠止損的價格也很明確 就是跌破底部的最低價格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可以去做止損的一個價格 我覺得方法越簡單 越是讓人有想要實際應用在交易上面的動力 沒有錯 就是這樣的話其實是比較明確 不過這邊我們還是要提醒一下 因為牽扯到人性的關係 當真的跌破底部的最低價的時候 這時候就是需要有紀律的去執行出場的動作 那另外啊我這邊也會補充一下 其實剛剛KD提到了不管是底部或者是頭部形態 最主要的一個關鍵 我們要去看這個形態的一個景線 它是不是有被突破的一個動作出現 那同時啊我們要去看在突破之前這個行情 它是不是已經有盤整了將近三個月以上的一個時間 那我們還可以把剛剛講到這三種方法融會貫通 我舉個例子好了 像是IWM羅素2000的這檔ETF啊 它的價格形態從三月盤整到六月 也就是大概有三個月的盤整的時間 那這段盤整的時間的最低價168美元 我們可以作為一個基準 然後往上加3% 也就是173美元 可以作為一個進場買入的價格 哦所以也就是把你剛剛看到168美元 再往上加三個百分點 你會認為就是說這時候底部的支撐應該是有作用的 對那如果說價格真的不幸跌到168的之下的話 那你的損失呢大概就是在3%左右 那接下來呢 價格如果是很順利的繼續往上的話 那我們以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直到六月二日的時候 突破景線的時候 當然這時候的價格呢 也已經在季線的上方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套用均線 就是我們前面講到均線的移動平利的這個方式 直到出現跌破季線的時候呢 才是我們要去出場的時候 那像現在的話 我們就還可以穩穩的拿著 從173美元到現在大概180左右 雖然上週呢是有看到一些回調 不過目前的話呢 獲利還是有大概在4% 其實這樣很不錯耶 不到一兩個月的時間 账上獲利來到4% 說實在年化報酬是很高的 哇 形態這樣可以跟均線做這樣的一個配合 我覺得似乎比單純使用這個均線的進場 還可以獲得更漂亮的進場價格 而且這個報酬相對於 我們可能出現的潛在風險 來到將近快3倍 說實在的這兩種搭配啊 有種1加1大於3的感覺 各位螢幕前的朋友們 聽完我們今天講的這些方法之後 是不是越越遇事 想要趕快去看一下自己關注的股票啊 或是一些標的 是不是有出現相關的交易機會呢 如果是我的話 真的會趕快想要去測試 因為其實啊 書上看到的對我們來講 都是只知識而已 真的去運用 你才會把這個知識融會貫通 而且這邊我要跟各位提醒一下是 雖然技術分析的書啊 我自己有看過蠻多的 但是我在看這個書的過程當中 還是有受到啟發的 像是我們剛剛講 利用均線在做多的時候 一旦均線超過突破K線的高點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透過均線 去做所謂的一個獲利出場的方式 才能夠讓我們 捕捉到一個大的波段利潤 以前的話 其實我沒有特別想過 這樣的一個使用方式 另外 我這邊也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技術分析一些小小的經驗談 那像技術分析的工具啊 我們都知道種類繁多 像現在世界上 可能就已經超過 1000種技術分析的工具 不管像是均線KD指標 步林通道等等 每一種啊 其實都只是代表 對這個市場走勢 某個面向的觀察 所以就是說 它其實是不存在一種 絕對完美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邊會建議各位 我們應該要先挑自己覺得順手的 去做一個深入使用 等到真的摸手了之後 我們再逐步的去學習 是不是有其他的工具 可以做進一步的補足 那不知道心底 你這邊有沒有其他的一個 心得建議呢 我自己是想到我在最初 開始接觸技術分析的時候啊 就會想要把我所有學到的 技術分析的工具 全部都用上 但是可能呢 在A指標 我看到賣出的訊號 但是在B指標 卻看到叫我買入 是 就會讓我覺得 有一點無所適從 沒有錯 這是我們一般的投資人 或是交易者啊 在剛接觸技術分析的時候 的確是常遇到這種情形 對啊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我可以早一點看到這本書的話 或許就可以少走一些 自己摸索的原網路 沒有錯 不知道各位螢幕前面的 觀眾朋友們 你們最常用的技術分析是哪一個 那今年以來啊 這一波上漲有沒有賺到錢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 機智投資生活 我們下回見了 拜拜